观众未定插播现场的最新消息 国务机要费上午在北院再度开庭了 马永成、林德旭要继续和陈正惠来对职 现在目前的最新状况 我们连线记者邱昀如告诉大家 而国务机要费上午是再度开庭 那么由于马永成、林德旭以及陈正惠上一次的停讯呢 三个人对职并没有结束 那么因此呢 北院在上午今天呢 是再度开庭 再度开庭让三个人来对职 那么在9点25分左右的时候呢 三个人都已经来到了台北地院 那么只不过呢 上次呢 马永成以郑的身份和夫人吴淑珍来对职的时候呢 夫人是说 这个马永成有跟陈正惠讲说 可以拿他人发票来核销 不过马永成针对这个部分呢 他是否认 不过对于刚刚的这个记者的询问呢 马永成呢 还是一样没有说话 那么而这个以郑的身份来对职的这个陈正惠呢 今天一案是戴着大墨镜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精神气色相当的好 对于这个出庭要对职 似乎已经不会再那么紧张了 那么停讯呢在九点半的时候 即将开始录 最新消息将为您随时连线报导 将时间交换给 我们的直播 关于国务机要费 这个开庭最新状况 我们会持续的来带您掌握 谢谢大家 好